大家好,我是小秀 我在池塘旁边发现了一窝的草 看 这种草名叫熟奇草 也叫清明草 一般我们这边做饺子的话 都会用到这种草的 好多啊 这种草 每年只有三四月份才会长出来的 这草应该是刚长出来不久的 你看它开的花是黄色的 还挺嫩的 这清明草晒干了 可以泡茶 可以治疗高血压的 既有止咳化痰的功效等等 是一种很好的草本植物 这种草在我们农村 到处都有的 一般这种草生长在 荣田旁边的 那是最多的 这清明草闻着有一种草香味呀 多拔一些回家 晒干的可以泡茶喝 等到清明节时候 我再来拔一些 拿回去做饺子 我听到没关系 我看能不能用 合纵旁边的汤